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回来 韩国总统文在寅21号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 白宫22号发表联合声明指 两国领导人强烈谴责朝鲜持续的挑衅行为 特朗普和文在寅认为 要彻底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 并必须对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和制裁 以制止朝鲜危险性的行为 但他们重申 两国会继续以和平方式 促使朝鲜实现无核化 他们认为对朝鲜保持军事优势至关重要 并同意在轮换的基础上 加强在韩国及其周边部署美国的战略武器 双方将在特朗普11月访问首尔时 再继续密切磋商 国际原子能机构22号正式通过决议 谴责朝鲜发展核武 美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说 必须要继续向朝鲜施压 逼使对方重回谈判桌 这次的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 决议鼓励国际社会采取和平的外交手段 最终达至朝鲜半岛无核化 中国和俄罗斯也支持决议 日本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也表示 为了促使朝鲜实现无核化 整个国际社会必须向朝鲜施以最大的压力 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回升至40% 主要受惠政府处理近期风灾的表现 获得普遍认同 不过不支持率依然超过五成 CNN在9月17至20号进行的民调 访问了1053名人 结果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 较上次8月的民调上调 两个百分点 而不支持率则下跌一个百分点至55% 美国民众普遍认同政府近期应对风灾的表现 有64%受访者对此表示满意 不满的只有25% 在外交政策方面 美国与朝鲜的关系日趋紧张 引起了民众忧虑 有41%受访者满意特朗普应对朝鲜的表现 而不满的有50% 在经济问题上 虽然超过六成民众认为目前美国经济情况理想 但只有45%受访者满意特朗普处理经济的表现 不满的有47% 今天早上百名果粉在旧丁山旗舰店外排队 等待苹果公司正式公开发售的新一代产品 iPhone和Apple Watch 或许是因为新一代iPhone 8和iPhone此前的型号相类似 今年果粉们的排队热情与往年相差不大 虽然苹果今年推出的新品都可以在线订购 但在开店前已排队等待数小时的粉丝们表示 排队已成为果粉们体验的一部分 本周早些时候苹果公司证实 Apple Watch Series 3在网络连接上存在一些问题 当Apple Watch连接到未经验证的无线网络时 会显示无连接 苹果保释公司目前正在着手修复这一问题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近日塞拉山脉突然飘下白雪 让加州内华达州境内的雄伟山林提前 在9月就换上银装 呈现出严冬景象 但也让道路交通显向还生 加州高速公路巡警纳夫指出 此次突然下雪 让80号洲际公路车祸频传 共有16辆车发生擦撞 一辆载货卡车男性驾驶死亡 另外数人则遭到轻伤 国家气象局表示 塞拉山脉北部山区 海拔6000英尺以上高度 渴望还会出现降雪 坐落于多纳尔峰顶峰的 Sugar Bowl滑雪度假村 由于降雪量相当充沛 让滑雪爱好者对于即将来到的滑雪季 感到振奋不已 度假村发言人表示 他们收到众多民众来电 询问有关滑雪季的计票 最近一项研究发现 经常使用漂白剂之类的清洁用品 罹患致命肺病的风险 会增加将近三分之一 由美国哈佛大学 与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 所共同进行的研究显示 每周使用这些清洁用品一次 罹患慢性阻裁性肺病的几率 会增加多达32% 研究人员分析超过 55000名美国护士的健康资料 并检视他们曝露于 特定消毒剂的情况 在经过追踪他们的情况 长达8年后发现 共有663人被诊断出 罹患慢性阻裁性肺病 研究发现所有护士 会增加罹患慢性阻裁性肺病的风险 介于24%至32%之间 艾达河州安盟市一名七岁男童杰克森 因患有罕见的 虽契尔克林斯总和症 导致外貌和声音异于常人 经常在学校被同学欺凌 年幼的他不仅希望戴面具上学 甚至想到自杀 男孩的父亲因为儿子的遭遇 而心痛不已 但又苦于无法阻止校园霸凌 便在社工社交网络上公开求助 他说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做何感想 请教育你们的孩子 请大家分享这对文字 这种事本不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杰克森的遭遇 瞬间在脸书获得大量网友关注 有人给他寄来 写着支持话语的卡片 杰克森的母亲表示 虽然杰克森这周仍然不愿意去上学 但他因此变得稍微开心了一些 并说大家确实爱他的 从哈维飓灾害中复苏的休斯顿居民 将面临新的经济负担 休斯顿市长特恩娜建议 为了帮助支付庞大的救灾费用 尤其是垃圾清理费 将实施一次性提高地税的措施 特恩娜表示 他能体会市民的艰难处境 市府将尽可能地 把加税幅度控制在最低 他最初建议提高8.9%的房地产税 以便筹集1亿1800万元资金 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增加了拨款 市府可把加税幅度降至3.6% 以便增加5000万元的收入 提高地税能否在休斯顿市议会 得到支持尚不明朗 市议会10月18日将进行表决 休斯顿官员表示 加税的幅度将根据淹水前的房屋价值 市府为此将举行三次公正会 加拿大方面据报道 加拿大第六大银行 加拿大国家银行近日表示 由于网站电子表格网页出现问题 大约有400名顾客的个人信息被泄露 国家银行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 由于网站出现故障 有些人在银行网站上填写电子表格时 可能已经看到了其他顾客的数据 但是被泄露的数据包括姓名 出生日期 电话号码 以及电邮地址 不涉及客户的银行账户资料 社会保障号码或住址 此外 银行表示 网站出现故障的原因 是因为设置出现失误 已经迅速开始处理 并且称会受到会受影响的客户提供免费信誉监察服务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